持名一生 鄭国江 一 五年一跃 作品演唱会 这篇文章刊登的时候 正值鄭国江即是鄭sir 第三次举行作品演唱会期间 亦都是一班歌手 向他致敬的欢乐时刻 我和鄭sir相识很久 他既是我前辈 又是我老友 我的第一首金曲 《墨上归人》 就是由他所写的 我和这位慈坛前辈 四十多年合作无间 一直保持逆思越有的情谊 2011年 那年鄭sir七十岁 踏入慈坛 刚刚四十周年 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就特意为他举行作品演唱会 由于理念相同 我们一班歌手就一呼百应 出任演唱嘉宾 正国江四十周年名曲 巨星演唱会 于是诞生了 为了隆重其事 我就是特别为鄭sir 准备了一首主题曲 以作纪念 由我和叶丽与曾老德 还有叶震堂 联手合唱 那时我想如果演唱会能够早十年举行 很多已故的巨星相信会更加热闹 心里面真的有一点感慨 心觉世事无常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事不宜迟 能够做就做 由于这次演唱会反应热烈 观众歌迷就好像参加一个欢乐派对 大家都能够尽兴而归 郑sir就很高兴了 有见及此 我就和他不如约定每五年安靠一次 于是2016年就为他举行 名为正国江四十五周年名曲巨星演唱会 2016 第二次作品演唱会 入座率同样饱澎 大受欢迎 直到2021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和郑sir的五年之约就被打乱了 一再改期 好在顺然两年之后 郑sir的第三度作品演唱会 终于落实举行 改名为 郑国江五十加二周年 慈名一生演唱会2023 当中特别用了五十加二 就代表五十二周年的意思 以实践五年一跃的做法 一月以前两个作品演唱会 门票开售反应热烈 最后殉重要求再加一场 让那些向遇的观众 能够买飞入场欣赏 郑sir天生乐观豁达 平易近人 我和他无所不谈 他对我也都非常信任 大小事情他都说 你安排处理吧 不过唯一要求 就是演唱会的名称 不能够用上他的连税 因为他认为 健康和税数都是上天所持 不可以拿来夸耀 能够再开演唱会 对郑sir心里感恩 感激上天眷顾 让他一再有机会 站上舞台与众同乐 感激一种歌手对他的支持 更加感激大家一直以来 对他的作品欣赏 和他一起共享第三个 五年之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